难以捉摸 月月 沈月 好 欢迎沈月 来 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会特别一点 我想请女士站在我的右手边 男士站在左手边 那么在这之前 我想问的问题是 浩哥 我想问你 这么多饮料当中 你有没有一个 在生活中很喜欢喝的 这个饮料是你等会儿要选择的 没有 没有 很好 这个答案非常标准 对 它不能够暗示我 等一会儿是这样 还是五倍 你有没有现在 就想要去选择的 那最好 对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 在之前都不要形成一个认知 我觉得文件有优点就是嘴硬 不管说什么 它都很好 没错 所以完全是依靠自己 等一会儿的直觉 去做就可以 我只能选择我这个 你看已经陷入了 一个惯性的思维 我把你摆放在这里 就是等一会儿 你才有可能选这两个 那你现在跳出这个思维 你可以选择那个最右边 最左边的红色 你这个问题分得非常好 所以我等一会儿会着重地 去跟你沟通 何老师 您稍微要帮我一下 我走到后面的时候 您就绕过去跟我眼睛对眼睛 你要确定我的视线没有离开过你的眼睛 好的 好吧 好 何老师 来 一 二 三 开始 我到这边看着你的眼睛 确定你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也确定这里没有任何的反过来的机位 现在来 请出发 拿起来在嘴上站一下就好 在嘴上站一下就好了 何老师 你的眼神也不要多 对 我也要看着你 你需要停着我 对 因为你的眼神也有所规 现在有个糟糕的事情是 我都不知道他们选了哪位 因为我一直在专心地看着我现在的眼睛 好 好了 好 他们已经做完了 何老师最后那一撇不易察觉的微笑 告诉我有人其实没按套路出牌 但是这个倒也无所谓 重点是我说了身体是会说话的部分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二位的身体姿态 保持的都跟在选择之前几乎是一致的 但是你会发现二人的双手 基本上是在身体的前渠 改变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想请二位同时把你们的 你伸左手 你伸右手 搭在我的肩膀上 水源 你搭在这里 也是放在这里捏紧就可以 浩哥 你不要这么一下一下的 对 你保持在一个 因为我之前拍戏太推拿习惯了 那太好了 文件待会早的时候还得付一笔推拿的费用 接下来我请二位暂时把眼睛闭起来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我们对呼吸是有误解的 那我希望你们现在可以在脑海中 把刚才你们做过的选择发生的一系列的行动 在你的脑海中像放映电影一样放映一遍 然后开始在你的心中告诉我路线的感觉 没错 我能够感觉到沈月在把我向左边推 但是这种力道非常的微妙 而且我觉得浩哥也是把我再向左边拉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不太想让我靠近于右边的区域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 当我说完这句话有人刻意地把我往右边推 也就证明他开始在修饰这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个力道相对于大一点 它可能是男性才能发出来的 然后我想请沈月你暂时把手放下来 浩哥你有一点点露线但是没有关系 你跟我走过来 对 凭你的感觉跟我走过来 现在开始睁开你的眼睛 看着你面前的五倍饮料 没错 你顺着我的力量去走 没错 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现在我问你任何的问题 你都不要通过语言来回答 而是通过内心当中去给出我答案 不管我问你什么 你都心中 事情去到了奇怪的方向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认为浩哥开了一个玩笑 但其实暴露了一条线索 了解 他在这个位置是放松的 对 没有那么多压力 他还能呼得上来搂我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杯我排除掉 浩哥 你模仿我说一句 你要说出声 你说西瓜汁不是我的选择 西瓜汁不是我的选择 说菠萝汁不是我的选择 菠萝汁不是我的选择 菠萝汁不是我的选择 一级假的 您说橙汁不是我的选择 橙汁不是我的选择 浩哥慢慢地开始放掉一些 修饰感的语言 他的声音的音色和音调 都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地方开始 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西瓜汁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记得 浩哥的这种语言 是相当之夸张的 西瓜汁不是我的选择 您的眼睛千万不要偷瞄到这个位置 您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提出质疑 记住否认辩解 在这个时候都对您来说不利 你不要质疑我的选择 你只需要去判断 你内心当中想的是什么就可以 好的 所以我觉得菠萝汁应该也 我翻下去的时候 你不要捏我 太可疑了 这两杯答案是其中一个 您可以把手放下来 我简单会有一个答案 但是你现在需要面对着我 手放到 自然放到你的身体两侧就可以了 我问你 你在心里面回答就行了 或者你什么都不说 如果你不想回答 好 浩哥 你选择的是不是陈迹 您这个抽动还挺自然 我觉得浩哥应该选的是草莓纸 为什么 我们稍后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还剩下一个 看起来相对无辜了 你现在钻话筒的方式 就变成了这样 你刚才是有一个在自己的胸前 但是现在两只手都在握着话筒 对 你对自己能够骗过我有自信吗 没有 还是跟我一样 你把手 左手 你的顺手一定是右手 对吗 对 然后您跟我走就可以了 内心当中在我走的时候 记住 与其说这是我在猜测 或者说推测你在 你选择的是什么 但倒不如说 你在脑海中形成了某种 建立了某种画面感 把这样的讯息通过画面感 传递给我 也就是说 如果我走错了方向 你内心中一定要说出来 说不是 不是 但是是内心中 千万不要用语言来提醒我 对 我问你什么 那你都不要回答出来 你选择的是西瓜鸡吗 是黄瓜鸡吗 菠萝鸡吗 橙鸡吗 草莓鸡吗 何总老师您还记得您在 我转过去的时候 您在最后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微笑 是的 我可能要对沈月刮目相看 你有可能没按套路出牌 就是你 那这样 我们为了方便一点 你稍微往后退一点 你不是特别好推测 你这样一把手握在我的手腕上 我们调一下这个所谓的频率 然后你握紧它 然后我现在需要你心里面去想 这边有一部分观众 这边也有一部分观众 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要坐在下面 你会坐在左边还是右边 你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你要坐在左边还是坐在右边 对 心里面想就会有 坐在左边还是坐在右边 你想坐右边是什么 回答 你看着这杯橙汁告诉我 橙汁不是我的选择 橙汁不是我的选择 看着你 你说我选的不是菠萝汁 我选的不是菠萝汁 身体太放松 从事实开始在扭动 我认为不是菠萝汁 这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你说我选的不是 我选的不是 很聪明哦 他没有直接念出来 我们先跳过 你说我选的不是西瓜汁 我选的不是西瓜汁 你说我选的不是西瓜汁 我选的不是西瓜汁 有压力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么放松的笑 不会这么开怀的笑 那两杯基本都不是 但是你刚才给我右边在引导 我觉得刚才何老师的笑 极有可能意味着 你有可能跟 没有漂亮 我再跳过去 我再跳过去 那不是蔭汁 我来掌声的文剑 文剑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我笑一下因为什么 是因他们俩非常聪明 他们到后来的时候 是两个个人 他们两个人都跑到这边来 稍微动了一下吸管的位置 他们怕你是记住吸管的位置 就知道这三杯没有人碰过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 我的那一丝略微的微笑 其实就是我是这个新的活动 可是刚才是 秘诀是什么 秘诀在于肌肉阅读 测试的是肌肉的压力和阻抗 刚才我在站在 二位嘉宾的中间的时候 我不知道浩德还记不记得 你是不是有一种 想把我往这边拉的感觉 当然这个肌肉的运动 可能是由于无意识在操纵的 也许感觉的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沈苑那边也是有点 想把我往这边推 二位的动作如此的一致 在告诉我 他们其实在隐藏这个部分的东西 他们不想让我往这边来靠近 所以我大胆就可以分色出来 他们的方位是在这里 这是属于什么范畴心理学的范畴吗 具体来说 还不是那么严谨的心理学范畴 因为我的专业方向是 咨询心理学和催眠心理学 同时我自己涉及一些 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分析 所以刚才可以说是 某种非语言行为上的分析 我们在这边谢谢温文艳答案 他也会跟我们一起 去到后面的推理环境的分析 谢谢